1965年3月7号,美国爆发血腥星星期天事件 非洲裔公民为了争取投票权 在阿拉巴马州和平示威游行 大约600人在非洲裔民权领袖罗宾森的带领下 准备游行到州府蒙哥马里 没想到穿越爱德蒙佩特斯大桥之后 警方马上出动警棍和催泪弹暴力镇压 大批示威者受轻重伤 事隔超过半个世纪 上万民众在血腥星星期天53周年纪念的这一天 再次穿越爱德蒙佩特斯大桥 有别于当年的暴力场面 这一次的游行只有欢乐的歌声和音乐 集会者在游行中再歌再舞 高唱我们一定会胜利 向当年的维权人士致敬 而在英国 同样有数千民众汇聚伦敦街头 配合国际妇女节 大批英国女性手持性别平权的大字报 游行到英国国会 要求政府正视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我们不能忘记 英国女权运动代表人物潘克斯特的后裔指出 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女性经历了无数次的示威和暴力镇压 才成功为女性争取到投票权 虽然百年后的女性已经享有基本人权和自由 但是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压迫女性的现象 因此英国人会继续抗争 直到女性真正享有平等待遇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寻求独立失败 尽管事件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分裂危机依然存在 数千民众星期天再次涌现巴塞罗那街头 要求中央把加泰一分为二 也就是独立派领地以及反独立派领地 而反独立派就包括了巴塞罗那和塔拉根纳 加泰人寻求独立期间 打着加泰不是西班牙的口号 而这一次的集会者则是高喊巴塞罗那不是加泰 借此告诉独立派支持者 加泰不能代表整个巴塞罗那 加泰寻求独立风波 让西班牙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分裂危机 没有人知道这场危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正式落幕